同樣是當舟鄉的消息 這是當舟的蚵仔是肥骨地 但真集結實是以大陸蚵仔 或是外地蚵仔 打到當舟蚵仔的名字來換輸 到底要如何分辨來聽當舟蜥蜓 怎麼說 當舟外海的外山頂舟 因為天然環境形成一道瓶中 如果沒有受工業污染 加上水質好 在這裡養一個蚵仔 每一天都沈巴沫 如果大天 沈受消費者的蜥蜴 但近來有發現在大白牛 在這裡傳統市場來 以外觀時的蚵仔 沒有像當舟蚵來換賣的現象 對此蚵民表示 外觀時蚵仔的生產期 在11月到11月到11月 但當舟外山頂舟的蚵仔 是7月到11月 不僅才開始進入生產期 當時如果風洋在沈海中 蚵頭比較大 蚵效天然蚵性 吃起來的口感很好 我們當舟蚵 如果社會者要分辨它的品情 很簡單 當舟蚵 當舟蚵 它本身就是像我們的蚵仔一樣 算是那個蚵仔 有像我們的蚵仔 如果外來的蚵仔 就剛才像我們的菜蚵一樣 所以說消費大眾 如果是要分辨 台地上用這個方向下去 想應該都想 它這個翅膀這裡 比較透明度 它的肚子 你看它的肚子很圓形 它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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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很脆 不會這樣爛爛爛 而且我們這個東式的蚵仔 又是 這麼剛才外山頂之後 沈海底 所以它這蚵仔都沒有什麼 沒有受污染 很甜 很好吃 所以 它這分別 你都看得到 你看它的好明度 它漂亮 肚子圓形 日丹映春也表示 外山頂酒水質 因為沒有受污染 當時 它又是尋愛 風洋的蚵仔 每顆 在那肥大蚵 在那肥大蚵 消費者 可以從蚵仔 和蚵蚵的食材來分辨 它也笑說 當舟蚵 就像農產品的蚵仔 都比較大顆 日外館市的蚵仔 就像菜櫃一樣 當地兒 都比較熟 他們出現 請消費者 在山北當舟蚵時 可以來這裡購買 才會吃到真正的肥大 才會吃 甜味 有更新鮮的當舟蚵 新新聞傳來 請當舟向蔡鳳報道